9月11号我是认定政批 这孙子 9月11号我是政治帝 9月11号我签好的文件 9月11号同一天 马蕊枪奸案 吴征又来了 替付律师费 蓝裤傻 变证红裤傻 告我 9家建筑公司和这个都是一起发生的 这就是所谓的 当时所有到今天发生的案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喘气的人能承受得了 就你能承受到这背后的这个180几次的deposition 就是上星期区哥 一坐那夸插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就是人家问你 你是那衣服哪买的 你吃饭花多少钱啊 你那车是谁的 就这些完全 这是法律程序 然后对面律师 对面的律师 八九个 这一场问完 共产党要给他们最起码 十万美元以上吗 甚至是几十万美元都有可能 我这还得借钱 借钱来支付律师费 钱哪了 你的律师费谁付的 还得经过法官批准 所有这些事情兄弟姐妹们 我说很容易 从你准备到这个庭 开庭到回答 你一句回答错就完了 我今天穿的衣服 下回肯定肯定问 郭文贵穿的黄水谁的 你那个红衣服是谁的 谁花钱买的 这都是对方的权利 对方就是利用美国这个法律 就像头两天开庭 还说郭文贵双变间谍 你们见我说过 任何法官是共产党特务了吗 对方的律师能上庭上说 郭文贵说某某某法官是共产党特务 你说他就敢这么撒谎 这是共产党PAG太平联盟善伟健 无争合伙人 海航合伙人 海航人都抓进去了 还得靠朝鲜蛋 你知道我们这个律师 说了一句话 我干了几十年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案子 说几遍在庭上 我干几十年 我没见过这个案子 就这一条战友们 你们要能 谁能在这个当中 你要能坚持出一个案子 我都愿意跟你跪在地上 称你为老大 我这大剑 当然 我这一条战友们 你以为老大 我这一条战友们 感谢观看